有囉 那麼接下來的話 慢慢的我從口罩地圖這個東西當作一個開頭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要介紹下一位下一位講者 他是大志 大志其實跟我來講他是已經有一段時間的朋友 那大志跟口罩這個地圖 他也是有很重要的淵源 第一天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第二個版本 藥局版口罩地圖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一個team 因為第一個版本我是自己一個人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孤單覺得很冷 所以第二個版本的時候我就號召了一群朋友 因為我是Google Developer Group的台南 所以我就號召了很多其他Google Developer Group的社群的朋友一起加入 所以我們大概整個team大概有七八個 有人寫app 有人寫web 有人寫後端 有人在寫這個okgoogle那個東西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嗎 這裡面全部都是工程師 Google Developer Group裡面當然全部都是工程師 可是你知道嗎 你如果有一群工程師所做出來的產品 那他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在那個時間點那一天晚上啊 我特別打了電話給我一個朋友大志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很厲害的UIUX這樣子 所以我晚上10點的時候打電話給他 因為我們晚上的時候開工 大家都有家庭大家都有失業 所以都半夜開工 大家集合晚上都線上集合10點開工 可是突然發現一件事情啊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界面要怎麼設計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們晚上10點打電話給大志 我跟大志說 欸大志 我要做口罩地圖的第二個版本這樣子 那你可不可以綁綁這樣子 設計一個Wireframe出來 他說喔好啊那你什麼時候要 我說我明天早上就要上線了 你可不可以越快越好這樣子 說到自己有點心虛這樣子 所以呢大志就很給力 我跟你講他11點的時候 就弄了一個Portype出來這樣子 然後他整天晚上也都沒有睡覺 跟我們那邊修修改一改 因為有時候顏色或什麼東西的 要請他幫忙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的時間 就要交給大志 大志 欸我們投影片要切一下對不對 然後說起大志這個人啊 因為時間還有 他真的是神龍見守不見尾 而且呢他很多的Portype 你知道嗎每次我都說 欸大志你在幹嘛 然後他每次說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呢而且說了一個 還說第二個還說第三個 說第四個 我都不知道他現在在幹嘛之類的 所以他基本上真的是一個 很厲害的設計師 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在各個領域上面的話 都有策略 所以每次跟他聊的時候都會 都會得到很多一些 好玩的小道消息 因為他在各行各業裡面的話 都一些策略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大志囉 好 OK 欸麥克風有開嗎 喂喂 欸有聲音嗎 欸大家好 我叫大志 然後 對我自解一下 我自己背景是設計師 然後我自己現在有用一個 booking system的系統 那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但跟這個專案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然後我的題目是口罩地圖的二三次 因為我 這個專案只run了八個小時半而已 所以我寫二三次 對 然後 然後 呃 下一頁 欸 然後我講一下製作背景怎麼分空 就是這個專案為什麼會到我手上 我那時候只看到新聞說 我賠了60萬 然後我想說耶 60萬 很有錢喔 對 然後過了 過了一兩天晚上 然後他11點就敲我 我說欸 他敲我的方法 我講Yo man 然後我都會說 Yo bro What's up 大概講話方式都這樣 然後 他就說 欸就是 我們也要run一個 口罩地圖的專案 你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說 嗯 晚上11點 可以啊 對 然後我就 問說 欸什麼時候要 他說明早 然後我想說 哦 可以啊 對對對 然後我就開始做 然後中間我坐了一個小時去吃宵夜 實際上我交件的時候是 是半夜兩點半 對 然後我以為結束了 實際上沒有 嘿 好 這是最後的成品的口罩地圖 對 然後 給各位看一下我第一版的WireFriend 是長這個樣子 對 我們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基本上 我是抓 兩個小時半 我就把這張畫完 對 然後大概做了 蠻多細節的 在這個Infographic專案裡面 去做他的資訊架構 就是 除了左側的比較精準 跟範圍的衰選以外 和資訊的分析 然後以及右側的 你去把資訊的語彙化 跟把政府的爭議放出來 以及 幫這個站去配一個 Go to Action Button 因為我自己是玩電商的 所以我習慣做每個專案 它都要有一個 最重的行為 它是Go to Action 行動呼籲 對 然後 對 然後 然後把它拿掉了 不過也沒差 對 好 那 那 其實這個專案 我們總共 run了三個 scroll 每個 scroll大概是 二點多個小時 對 所以我總計八個小時半 把這個專案給run完 然後第一版 他跟我說 十一點要 然後 兩點半交件之後 我就稍微看一下G 然後就敲我說 欸 那 手機板怎麼辦 然後我就再花了 兩個小時把手機板做一做給他 然後他 過了 四個小時 好像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又敲我說 欸 我們 我們是不是要 做一個可以現場回饋的機制 還是這個是隔天我 你忘掉了 對 然後我就畫了WireFriend 而且我畫得很辛苦 我畫了 欸 我畫了大概 四個小時 就是我把 呃 可以回饋的方式 就是畫成不同的模式 然後 試著去提案給Howard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發覺 這個模式 回饋的使用者 現場回饋的方式 沒有辦法做 對 因為 這沒有辦法實名制 就是 口罩地圖可能會變成一種 攻擊的手段 讓現場的藥局壓力過大 然後再加上 現場藥局分發口罩的方式 太多種了 所以其實我們便沒有辦法有效地 用地圖去反映說 實際上現場的庫存數 是多還是少 對 然後我們得到一個大概的結論就是 以後如果要設計這種群眾回饋的機制 我們一定要把 導彈 導亂者的角色加進去 因為現在其實不管是 哪一個政黨或者是對岸 基本上 假資訊大家都在放 這樣子 對 那 口罩地圖我只讓了八個小時半 那結束之後 我就開始去 稍微看一下這段階段的 這個期間所發生的一些 模式上的演變 那基本上 發生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在一月多的時候 就是 非死明治然後限額三片 這樣子 那他們是把口罩運到 Seven 然後用超商店員去做裝備 那個時候是緊急分發 在過年的時候 它的情況比較不穩定 那在後來的時候變成是 換成是由藥局去分發 那藥局分發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然後它的藥師是要戴口罩跟手套 去分裝這個口罩 所以我們拿到的口罩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在最後一個階段 它把 口罩分配模式把它商品化 所以它其實是在 倉庫端自動裝配之後 它才去出貨到各個 超商的通路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直接走過 從超商藥局 再回到超商的這個流程 這是第一個 這個過程的演化模式 第二個模式是 如果各位無聊去那個時候 觀察那個時候的藥局 他們的發放模式其實很多種 因為藥局相當於被DTOS恭喜 就是 很多人都在排隊 不論老人或年輕人這樣子 他們就會演化出各種 解決方法 但是 都是同一個結論 就是發號碼牌 只是發的方法不一樣 像有人就是直接排隊 就是你排場場的 排到沒有為止 有些人是 我就從第一個開始發號碼牌 發到第200號 後面就跟他說沒有了 那有人是 上午去領牌子 然後把健保卡給他 下午再去領口罩跟健保卡 所以藥局那個時候的 分配模式有很多種 對 那 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 號碼牌這個東西 我以為只有在實體的店面 遇到 爆流量攻擊的時候 才會 用這種方法 到後來我發覺就是 某個網站 他是網紅 有在見證的 然後他的電商平台 也是用這個方式 在解決流量爆炸的問題 他是用線上排隊的方式 就是你要取號 然後你可以離開這個畫面 但你要等待 等到你的時候 你有十分鐘可以進去消費 對 然後時間到了之後就結束 那你也可以離開這個隊列 所以 我們這邊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不論是線上或線下 如果哪一天 你遇到流量爆炸的問題 但有人問你解決方式的時候 第一個回答是 零號碼牌 對 這是那時候觀察到一個小細節 第三個是 呃 台北市那時候示範的 口罩翻版機 那這個是一個 沒有成功的問題 但是他很有趣 那 我後來想一想說 他沒有成功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想要同時 去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是分散藥局的流量 第二個是他希望高齡化族群 同時去熟悉電子支付 但是其實電子支付的方式 反而對老人家不習慣 拉長的排隊時間 然後現場反而需要 安排一個人力在那邊 那以及增加他交叉感的可能性 對 因為他那時候提供的機台 只有八種電子支付 不能用現金 這是第三個 那個時候的模式這樣 第四個是口罩APP的 捐贈口罩 就是如果你是 你有下了監寶APP 然後你想要 呃 就是你對口罩沒有這麼多的需求 你可以把它捐贈給政府 政府可以拿它去 做外交 或者去再做 更進一步的戰略支援 戰略支援分配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 我就五六八 這幾件事情 用時間軸排在一起 其實每個階段 政府在解決的問題 是不一樣的 他們首先要處理的是 戰略配給跟民生配給 戰略配給給醫院 軍隊跟行政的管員 剩下還是做民生 民生配給的方式 像在年節的時候 大概是1月28號 是超商緊急發放的時候 是為了避免物資擠兌 那這個問題 後來發覺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他們是1個超商限三片 我只要去 全家領完三片 再去7-0三片 我就可以拿到六片 之前事情沒有被解決掉 所以才後來有2月6號的 口罩實名制用藥局來分發 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是用實名制來解決 就是有人會超易去 進取口罩的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發覺一個問題是 所有人都集中到藥局去 所以藥局的流量爆炸了 那2月6號到4月27這個階段 再解決的問題就是分流 那每個人解決方式不一樣 像藥局他們就是用 0號碼牌的方式去解決 那北市府是用口罩翻翻期 那最後最好的Solution 當然是4月22號 用超商的方式 這個時候你已經可以用 失誤機或iPhone去現場購買 購買完之後 隔兩週或隔一段時間 再取貨 它可以把流量的尖峰避開 把流量分散這樣子 然後在下一個階段 才是讓物資去做再循環 然後你的循環的口罩 可以再回到政府這邊 去做進一步的戰略分配 口罩例如從2月4號開始 一直到5月底關閉 大概是4個月 所以基本上 在台灣我們走過一次 這種物資分配模式 我們花了4個月才取得了 共識 整個台灣社會的共識 這是一個OK的分配模式 那這個時候你就去思考說 這個模式只能夠在口罩使用 如果換成另外一個物資行不行 對 那我那時候想的是說 那取藥可不可以 因為采米油鹽叫做茶 如果口罩可以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藥品到底行不行 是不是模式可以直接投用 那我後來想一想 結論是不可以的 在2020之前 你不去藥局 唯一可以取得藥物的方法是 你去 用這間公司的服務 它會派藥師到現場 問你送藥 然後跟你解說 藥怎麼使用 對 你是沒有任何其他管道 如果你不去藥局 不找你幫你拿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取得的 但是在今年的6月30 就是這個協會裡面 衛福部的官員有口述 他們有在做幾個嘗試 第一個是線上醫療的付費 第二個是數位處方前 那線上醫療的付費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線上遠距離看診 那以前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是 你健保卡沒有辦法線上付費 但在這段時間 再過一陣子可能會release出一個版本 是 可能你是可以 線上插健保卡 在線上信用卡刷卡 去做健保服務的遠距離使用 跟付費這樣子 另外是數位處方前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是 因為藥師法規定 如果你的處方前是需要蓋印章的 那消費者自己印出來的 到底算不算是處方前 因為處方前可以去領藥 那如果你要用數位化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就必須要有電子簽章 而且每個處方前只能夠領取一次 那要去避免衛造跟複製 那如果這兩個問題都被解決掉的話 那這個模式就變得可行 就是遠距離開診 然後線上支付你的健保費用 然後數位處方前 然後這個時候取藥地圖 就變得比較可行性 然後你可以實名字去領取 然後再到其他自動化的據點 然後如果你不需要這個藥品的話 你可以再循環回去 這個舌口給政府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在之後的可能性是 自動禮藥機跟超商取藥 它是有機會可以被實踐 那這是一個假設 但是它不是恐想欺罵 在六月多的討論中 他們有提到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那戰期間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今年庚治年 2020 然後有個疫情大災難 但其實我覺得庚治年只是一個開始 就是 同一時間就是中國在大水 然後美國在大火 然後我們旱災 北極在農冰 所以之後極端氣候的狀況下 災難值會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灣需要一個災難整合型的APP 對 那而且是要由政府去執行 而不是有路過的工程師 對 那 這不是我隨便講的東西 但基本上日本有 而且日本有翻新中文版的 還是由他們的那個方災情報部製作的 對 這是他們給台灣人用的 就是他們會去整合大雨 颱風 地震 海嘯 洪水 火災辦法跟土石流 我們除了大學以外 其他的我們都會遇到 但我們沒有這個APP 對 那他們會講說 發生了災難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往什麼地方移動 然後災難資訊 以及你要怎麼去 呃 求助這樣子 他會有 比較詳細的說明 讓大家可以去follow 依然是觀光客 對 那德國也有 德國有災難的疫情APP Nina和 這個我不會唸 就是他們有這兩個APP 也是用他們官方的 單位去統合製作的 那我那時候有去看這個APP的評價 他們那時候有做一個實測 發了一封訊息 然後被他們的人民幹包 因為有些人半個小時都還收到 但他們起碼有失敗過 但我們 對我們秉持著各部門行政獨立的精神 所以各部門都有各自的APP 我們有天氣 我們有地震的 對 但我們沒有中央的 每次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不統合一個APP出來 就說我們行政獨立 對 好 恭喜他們 所以 所以其實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 如果我去日本玩 我遇到災難 他們有一個APP可以讓我下載 然後我可以去知道說我怎麼去避難 但是如果地震在台灣發生 日本人在台灣 他問台灣人說 地震在那種避難 台灣人就會站著跟他說 呃 小的 不用躲 大的 躲不掉 所以你還是站著 對 所以我們結果只有精神於人家 那 所以我大概有整理出幾個比較 簡單的設計原則就是 如果我們也要做一款台灣自己的 災難統合型的APP的話 那 災難警示的推播 然後跟你能夠一鍵回報你目前的位置坐標 還有 使用者端的 呃 受災的情況回報 你目前這個點 是什麼狀況 什麼災難 狀況如何 有沒有人死亡 然後有沒有東西倒塌 對 然後而且要實名字跟非實名字 都要可以發訊息 但是訊息要做出矩隔 因為非實名字的話 會有 我剛剛開頭講的 會有spy 他可以去進行擾亂 再來就是你要有自救的感染 聯絡放置最近的病難點 跟自救的原則 起碼要有這一些 基本的設計 這個APP才walking 對 那再來就是 另外講到一個 我們目前台灣的資料 呃 災難回報的模式 就是我們其實 現在就只有這個而已 110 119 然後 爆流量它就會顯示 盲線中 對 然後 但是用APP的好處是在於說 如果你打110 119 政府是用P2P在服務 它是用人對人 而且你拿到的只是一個資訊 但如果你用APP去回報的話 它進資料庫的時候已經是data了 可以直接拿來做analysis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出災難比較具體的點 你可以去做比較戰略型的部署 每一個戰略部署都有三個基礎要素 據點部隊跟物質 但是要依照情報來做配置 對 所以這個是可以期許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災難整合型的APP的話 可能未來在反應速度上 會比較快 不然現在一般都是民間的 救難隊跟物質隊的反應速度 會比政府還要快 對 那希望有一件事可以反過來的 對 那 再來就是我們在做經濟舊部設計的時候 要記住一個原則 就是我們是為1%的情境做準備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情境的問題是不一定會發生的 但是在少數1%的情境下 它100%會發生的 對 那 後面是講一個 比較容易理解的案子 就是我們以前在做訓練的時候 就是 老師有播一部影片是 愛迪又如何去設計 殘障的 殘障人士的 使用的符句 他們做法不是說在那邊討論 或坐在那邊討論 他們是去買一個殘障的手推車 然後把朋友放上去 然後每一個人就這樣子帶他溜大姐 然後回來之後 大家去做討論說 你覺得怎麼樣 他們討論的結論就是 他們覺得殘障人士其實在 這個 社會中的機制設計中 其實很多時候是被忽略掉的 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去拿到櫃台上的東西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按鈕 點進按鈕 但殘障人士其實 他的身高沒有辦法到那個高度 他也沒有辦法去碰到那些按鈕 甚至人跟他說話的時候 大家也不見得會看著他 或者是你在去旅館你要進駐的時候 他可能要用櫃台頂起來這樣看你 因為你比較矮這樣 但其實那是一種就是 你被忽視或是你是一種被 看眉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如果你能夠從 他那個角度去 一趴情形下去設計 他百分之百會遇到哪些問題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解決這些情境上 實際上你遇到的問題這樣 那我的節目到這位置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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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應該進去 QA嗎 嗯 好好好 他是政府的嗎? 我其實不知道 其實台灣如果你上網去查的話 他其實有蠻多沾單整合型的網站跟app或資料 但是我目前沒有找到一款是由中央政府所統合出來的app 如果你用open data的方式來做的話 其實很多跟個資或是比較細節的資訊 我們是沒有辦法取得的 安全台灣算嗎? 我回去survey一下 然後救助app是目前經濟中的狀態 有跟政府合作的規劃嗎? 沒有啊 我是有想 但我行動力沒有耗得那麼強 所以我就是想一想 簡報講一講 但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有提出類似的概念 像我有一個設計師的朋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叫佐治遠 他就有提出有關緊急救難的概念 他之前有一個專案就是做報稅系統 也是跟唐豐合作 之後這份簡報我會寄給他們 大概跟他們說一下 這個東西可能台灣早晚會需要用到 那如果你們比較有形容力的話 那如果你們比較有形容力的話 我們可以組一個team去run看看這樣子 如果比較想現場發問的話 現場發問也是可以嗎? 怎麼複製口罩地圖這種跨部門合作的經驗 他們現在就是沒有辦法跨部門合作 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但你可以跟他們呼籲 但是你從他們這次發三倍券的感覺 就大概知道說 大家他們還是比較喜歡行政獨立 藝文部門發藝文的 體育局發體育局的 對 然後 政經券發政經券的 就是大家各自發各自的 但是其實你系統分開做都要花預算 你剛剛合在一起做一個系統 不是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習慣 他們是沒有辦法去理解 而且我不懂 就是 我還沒有搞懂說 為什麼政府會這樣去做思考 對 可能會比較鄉民 就是 關於跨部門整合的困難度這件事情 就是從旁聽到的一些 就是有一些譬如說是 因為資源上面 譬如說太過龐大 整合上面可能也許時間 或是前置的整合成本 會大過後面帶來的效益這個樣子 或是他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這件問題可能需要很快解決 反正因為我想要問的是說 那如果是因為規模的狀況之下 有嘗試過或是有任何可能性 是先從比較小規模 譬如說不是中央政府 是地方政府 或是像正式公所比較小的單位 開始做跨部門 或是跨科事這種的整合嗎 我覺得這種還是要 如果他們有開放open data 然後他們的政府體系是夠開明 願意跟我們一起去做討論的話 可能這個是有可能的 那目前可能應該是北市府比較有機會 如果在open data 或者是整合度上 或者是在堆一些新科技 或東西的採用上 像他們就願意讓另外一個科技廳 去嘗試口罩翻賣機 即使它是一個失敗的專案 但它那個嘗試後的結果 其實後續可以再拿來做很多事情 對 UX設計師在資訊人填空 或巴拉巴拉的角色 我要怎麼看得到畫面 認為設計師在資訊人填空或可以從角色定位的重要性 和稀缺程度 這個我就比較能講 在這個專案裡面 我秉持的概念是 你東西做完就作則以死 就是這個東西出你手之後 你就失去對它完全的掌控權 就是後續的工程師他想要怎麼改 依照他自己的活性跟依照他怎麼去調度 但是你在一開始在打wireframe的時候 你要做出一個organic的結構 是他在後續去補牆裡面的細節跟info 他去調度的時候 他整體結構是不會變的 口罩題曲一直在五月多停掉 但是基本上Holo的主架構 還是跟我二月多設計也是一樣的 它其實沒有做太大的變動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UX設計師的話 你應該要試著去研究一下 模式上顏模式的部分 以及這個東西在界面上程度上 它怎麼樣可以比較長久的 然後有機性的讓大家去做細節調整 可是它的架構又不變 會認為政府怎麼複製 現在在哪裡 這個剛剛問過是不是 有線的嗎 地震颱風伴隨斷網 APP能發揮作用的情境是否有限 對啊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遇到斷線斷網的 中方向APP當然是沒有辦法發揮 但是基本上我們重點都不是在於說 這個工序百分之百是有效的 我們的重點都是在於說 這個工序可不可以為分流 跟進一步提供詳細的資訊 像我剛剛講的 從資訊變資料 那它能不能提供一個管道 那遇到斷網或斷點 那你當然沒辦法 但沒有的狀況下 它是可以有效的去做分流的 分流的人數可能只有一定的數量 可能是45歲以下20多歲這個range 但是它還是會提供一個渠道 還有嗎 大概是這樣 對 就 比較不好意思 我自己能夠提供的經驗跟解法是有限的 因為我只是在做這段期間的觀測而已 當然如果各位有資源 或是有誰對這些專案是有興趣的 要兜一個team去run 我覺得它也是可行的 只是各位可以藉由這個簡報來思考一下 就是 我們是不是在掃一些什麼 或者是政府是不是都沒有在做整合 中央啊 好 謝謝大致 謝謝 OK 好 謝謝大致 好 謝謝夥伴 下次有事再找你這樣子 好